最近你是被这样 这样或者是这样的照片给刷屏了呢 在去年这张骑马的宇航员 让人工智能达到了新的里程碑 是的没错 前面所有的照片都是由AI生成 他们在现实中都是不存在的 如今AI已经不仅能像人一样聊天 而且还能根据你的预设 绘制出你想要的图片 那么今天我就来教大家 如何让AI绘制出属于你的作品 开始之前我先介绍一些基本概念 不用担心听不懂 我只是浅显的描述 为了方便后面的理解 首先我们用到的主程序 是叫做Stable Diffusion 它是完全开源且免费的软件 只要你的电脑有一张独立显卡 并且使用6G以上的显存 推荐因为达1060以上的型号 就能毫无压力的使用这个软件 当然也会有一些在线版本 不过好的刷立平台都会需要付费订阅 自由度也会受限 有兴趣的可以关注下这个项目 今天我们就以本地部署为主 程序运行的逻辑是通过主体模型 加上各种可调参数 再加上一些微调模型 组合印刷之后 总而生成一张图片 首先主体模型 用来确定图片的主要风格和类型 可以是二次元 可以是风景 也可以是写实的人物 其次可查参数 用来控制图片的内容和质量 下面常用的参数和注视 大家可以暂停一下慢慢看 最后是微调模型 Lola 用来优化模型计算的倾向和速度 达到像滤镜一样的效果 在主体模型上形成另一种风格 Lola不是必要 大家根据个人喜欢选择性组合 而绘制的主要方式 从文生图 再到图生图 今天我们就一一举例教大家 首先是软件安装 大家直接登录简介地址 下载我已经处理好的软件整合包 直接解压就可以用 软件来源于秋月大佬 解压后 首先安装Python 3.10 避免出现兼容性问题 安装时记得勾选 Add Python to Pass 然后点击Install Now 安装 然后再双击安装启动器依赖 我这里已经安装过了 我就不演示了 安装之后 就可以进入软件目录找到并运行启动器 在版本管理中 点击一键升级 保持软件最新 然后点击扩展管理 同样点击一键升级 保持扩展插件的最新 现在就可以点击一键启动 运行软件 启动时会比较慢 耐心等一会儿 软件前端是Web形式 成功启动后会自动打开浏览器 进来先不用慌 我们先安装主体模型 浏览器打开C站 它是全球AI绘图爱好者的主要分享平台 几乎能找到所有你想要的模型 这次我就下载这个 符合东方审美的小几件模型为例 点击download 下载之后主题模型是CKBD格式 全放到这个目录之下 接下来我们安装LOLA模型插件 在菜单中点击扩展 可用 下载字 然后Ctrl加F 搜索这个名称 就能找到这个插件 最右侧点击Install 安装 我这里已经安装过了 我就不演示了 同样LOLA微条模型 我们可以在C站找到 我就下载这个二次元模型 它跟主体模型混合之后 会有什么效果呢 下载之后全放到这个目录 所有的模型的名称 其实都可以任意修改 主要是为了方便自己的记忆 终于我们软件的准备工作 就都完成了 现在就可以开始录入绘图参数 首次进来看到这么多参数 大家可能会比较懵 不过还记得开始的那张图片吗 这里所有的参数 其实都已经注视过了 不明白 可以倒回去再看一下 其实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试试刚刚下载的 主体模型和LOLA模型 看看混合的效果 左上角选择需要的主体模型 这里正反向提示词 必须录入英文 不会英文 可以使用在线翻译之后 再粘贴过来 采样方法 连在次数 左边大小 相关性这些参数 我先按着个人习惯预设 LOLA模型的添加方法 这里点击 International Networks 最下方点击 Refresh Models 然后选择Model 1 点击就能看到 我们已有的LOLA模型 我们选择刚刚下载的模型 并且勾选启用 现在我们就来见证一下奇迹 看看AI会给我们画出什么呢 嗯 可以看出LOLA模型中的部分元素 融合到了我们的主体模型中 大家可以去调试提示词 调整参数 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抄个作业 在C站别人分享的图片中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感叹号 就能看到这些图片的参数信息 或者直接下载下来 在软件中选择图片信息 导入 就能看到完整的参数 再点击文身图 软件就会自动帮我们复制所有的参数 然后将随机种子改为-1 AI就能帮我们汇制出相同风格的图片 我们点击生成 看看效果 嗯 非常不错 你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大家图片不一样呢 原因是大家的硬件不同 算力不同 模型不同 产生的结果也就会自然不同 最后我们试试图生图 菜单中点击图生图 选择并导入我们需要的参照物照片 填写一些反提示词 抑制模型的倾向 参数同样预设为个人喜好 看看AI会帮我们画出什么效果呢 嗯 绘制结果受主体模型和参数的影响 大家就多多尝试吧 怎么样 今天你学会了吗 如今啊 AI的能力已经令我们惊叹不已 从过去的波士顿动力 这到前几天OpenAI的爆火 AI绘画创作 如今也能到了如此逼真的地步 使着技术不断的革新 相信未来AI会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 并且改变我们的生活 那行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还请投币点赞转发 那我是皮皮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